8年來,迪迪埃格朗讓以瑞士衛兵的身份 在天主教會的核心服務 隨時準備為教宗犧牲自己的生命 現在,他繼續以全身的方式 服務教宗、教會和天主 在教宗出訪,保衛梵蒂岡成國 和和教會領袖做事的過程中 迪迪埃認為2013年的宣物會議 是他在瑞士衛隊經歷的重要時刻 看到教宗方濟國的時候 是在他當選那天的晚上 對我來說,我想對每個人來說 看到人家穿著白色衣服都是很特別的 第一印象有影響 我記得方濟國當選的時候 那種祈禱和歡樂的氣氛 所有期待頓時變成了喜悅 迪迪埃在本督十六世擔任教宗期間 在衛隊服役兩年 在教宗方濟國任內服役六年 但是在2019年 他感覺天主召叫他成為斯特 我很高興 但是我覺得還有其他事情 天主總是召叫我去服務 但是以另一種方式 透過祈禱、反思 和替人和神父聊天 我在道路上得到了幫助 我漸漸發現天主召叫我 以斯特的身份去服侍他 我感覺被召叫走入修遠的道路 儘管最合乎邏輯的事情 是繼續在圍隊 然後在那裡謀生和生活 但是我知道還有其他事情 在我的心裡混轉 在迪迪埃的聖召路上指導他的人 包括教宗本督十六世和教宗方濟國 他說這一個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恩典 我記得我和教宗本督十六世說 我要來開衛隊加入修遠 我們在梵蒂江花園花了大約15分鐘 談論我接下來了要做的事 我記得他容光換髮 他很高興 教宗方濟國也是這樣 我想他們都沒有猜到 他們兩個都在我的聖召路上陪伴我 支持我 紀律是滴滴哀生活的重要一環 不僅在全球最小的圍隊服役期間 在修遠也需要 他說他透過觀察教宗方濟國的生活方式 學到了一些紀律 教宗方濟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 是他如何管理自己的時間 一日中的每一分鐘都重要 他利用每一分鐘來做好事 這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儘管困難 我嘗試仿效 迪迪埃已經加入修遠五年 距離進度還有兩年 對於只是辨別聲召的人 迪迪埃說要聆聽召叫 即使聲音很小 要對天主的計劃開放 正如教宗方濟國說 他是驚奇的天主